书包 文具 笔记本 样样都是孩子们上学的必备品 但很多人却因为家庭因素 没办法获取这么多资源 因此民间团体就联合企业 攜手做爱心 所有的物资包括 306份弱势学统的爱心文具组 还有我们的500包的巧克力 及306包的爱心百米 全部来资助给我们这些 弱势学统的家庭 这些物资将会分配至8个学校 送给需要帮助的弱势学童们 而发挥善心捐助物资的企业也表示 希望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金车会来邀我们来一起 协办这个物资跟文具 跟还有一些邀朋友 来用一些米跟巧克力 来慰问这些小朋友 给他们有一个温暖 疫情下有许多家庭陷入困境 再加上近日物价上涨 可以说是苦上加苦 收入变少那物价又上涨 所以他们能够花的就更少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群 不管是统计会的伙伴 还是各个善心团体 愿意来这里帮助我们这些小朋友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受赠校方也表示 学生拿到文具就可以马上使用 内心感受一定很深 对孩子来说5月21 5月22 就是全国的国中教育的会考 那孩子可以善用这些文具 看见这个社会对他的温暖跟帮助 他可以在心里面埋一个很棒的一个种子 当他很努力的成为更好的自己 未来有能力的时候 他也可以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社会上有许多善心人士 总是用自身力量给予帮助 期盼抛砖引玉能够形成善的循环 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 哇 ut 一 conveniently vide营姬们 麻烦 快欢歌 大